今天就是那個地震那個時間 剛好在露營啊 然後路的上面那棚的 那個那個燈啊整個晃得很厲害 所以呢我們都停了半個小時 因為燈在晃光就不行啊 嗯 有點危險 對我們也 他也怕萬一燈掉下來 對啊 那有嚇到嗎 我不會啦 我其實來講 我很淡定啦 因為第一個我們家呢 基本上地震比較不太影響 因為我們住的樓層比較低 嗯 那再來一個就是我們平常也習慣了嘛 台灣地震其實蠻習慣的 不過這兩天真的蠻大的 嗯 那乃哥是不是有看到憲哥跟昭哥的事情 你說 我說什麼什麼什麼 抄襲國外的 哦 抄襲其實我覺得 如果來講抄襲 很多節目都有抄襲的協議啊 講不完啊 對不對 你家不講說什麼 天下什麼一大抄 對不對 有時候但我講說 嗯 因為 其實很多創意的中 你要找是真的找出原創 那誰要講說他是原創 對不對 你說劇本還 你知道像猶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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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大家有些也 劇有些也會 有一點點 哦 去找裡面一點點劇情來安排嘛 我覺得 也沒什麼好講的啊 你說像我們要是做一些外景節目 有時候也跟什麼韓國的外景節目有點像啊 那你要講講不完 所以我覺得做節目只要觀眾想看 我覺得 也認可 大家就做得開心就好 我沒有入回嗎 我也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金鐘獎啊 我幹嘛淡不淡定啊 對不對 我就講 Socialty我們一直很好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做了今年第17年的衝衝衝的 那節目能夠做這麼久也不容易啊 當你要Socialty不好早就停了 是不是 那再來一個觀眾很多人看到我都說 他們全家都最愛看衝衝衝 因為全家人都可以一起 看的節目呢 一起跟我們猜一起跟我們玩 所以我覺得 我 我也講說 哎呀 不要再去 去做那些那種 我們不要講說歌功頌德啦 去那種 我們把機會留給年輕人嘛 讓很多年輕人他們能夠出頭機會 我覺得 現在再多得一次金鐘獎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在意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衝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快聽 看什麼看 快聽啊 快聽啊 快啊